经过医护人员精细诊治护理 昨天中国各地有多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患者致于出院 在中央赴湖北指导组的推动下 国家科技应急公关项目中西医结核防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临床研究 在湖北省中西医结核医院和武汉市中医医院展开 经过一段时间治疗有23位患者6号痊愈出院 其中3例是重症患者 预计一周之内还会有20多名患者经中西医结核治疗康复后出院 我们发现的很周到 过春节都没有回家 一直陪伴那个病人 普通型的对于轻症的中医应该抓回做 重度的肯定要上呼吸支持 继续用西医中医做配合 还是有所侧重 各自有优势 经校感重庆两地医疗队接力救治 6号 湖北校感有5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患者治愈出院 是很大的鼓务 然后我们也逐渐规范了我们现在的治疗方式 然后因为也逐渐总结出一些经验 然后在以后的患者治疗中 我觉得应该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6号 上海又有10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痊愈出院 这10名患者平均住院只有7天 至此 上海已累计有25人治愈出院 6号 黑龙江 加木斯 山西朔州 甘肃天水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治愈出院 江苏南通 河北邯郸首批2名确诊患者 山东济南首批3名确诊患者 都在6号康复出院 继首批2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治愈出院后 河南新乡又一位患者于6号治愈出院 首先第一个是截止发现 截止治疗 然后再是第二 这个病感觉其实并不可怕 其实自己放好心态 自己在里面好好休息 其实配合医护人员就是很发现会好的 然后第三就是感谢医护人员 对我们那种细心照料和感谢主治医生 然后对我的救治疗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感谢国家和对我们的关心 此外 安徽宣城 同龄各有一例确诊患者治愈出院 山东日照两例 江苏常州 安徽博州 各有三例确诊患者治愈出院